那我想问你过春节吗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一定会过 那为什么不过情人节呢 情人节因为它是西方的节日 我不喜欢可以吗 OK那我想 那我 我有一点想问一下 就是在场所有人用的手机 还有那个穿的衣服 是不是国外的牌子 我这是德云花夫 我这是 这样那个女孩 我想请问一下 你身上穿的这个礼服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西式的设计 如果你是一个拒绝过西方节日的话 你应该穿旗袍来 对 其实我觉得 徐瑞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今天穿旗袍了 他借给他了主要是 郭老师 我其实不同意徐瑞的观点 我觉得 不是说穿这个小洋装 就是说一定就要过这个情人节 有的时候我觉得说 其实中国有太多的节日可以去过 不见得说情人节这一天 一定要什么甜甜蜜蜜的或者是怎样 最重要的是平淡才是真 那情人节那天你的老公都不愿意陪你过的话 你怎么能代表他爱你呢 他万一要有事情 难道你不支持他的工作吗 我想说我觉得那个女孩 来给点力 拿了 我突然觉得那个女孩 你有一点错误 不是我的老公 不愿意陪我过情人节 好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我们俩如果想怎么过这一天 我们可以怎么过 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说 他不愿意 我觉得 我问一下 你们曾经有没有一起过情人节的时候 没有 明天他出差 我们理解了 去年呢 前年呢 就是我们平时过就跟 好像就是过情人节 跟平时没什么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把这点解释清楚了 对 这只是那个对方的看法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情人节 情人节 情人节一定要跟自己的情人一起过 我觉得